胡女士住在杭州拱树区唐河南村 她说在这里住了快十年了 从没出过问题 直到去年楼上换了新住户 开始先第一次装修是在去年的八月份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漏水已经解决了 那么后来呢 就是在去年年底十二月底的时候 那隔壁那户住户告诉我的 她说我们家楼上漏水了 她问我有没有漏水 那我一般都不会抬头看的嘛 然后后来她跟我讲了 我就抬头一看 果真又开始了 然后是黄色的 你这个不是说自来水 厕所里的水 污水 那我就跟她说你可以不要用了先 胡女士说 楼上装修期间那次漏水 已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对方赔给她五千元 最近这次漏水 在她家客厅天花板的角落 留下了一片淡黄色的水渍 前阵子还能闻到意味 这个位置的一墙之隔 是胡女士家的卫生间 她是等于说把这个墙敲掉了 这面墙是本来就应该有的 然后的话把卫生间扩到这里了 就是她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 那卫生间里面她是做了洗澡的 在外面呢 她放了一只洗衣机 一只洗脸盆 在这里创了一个蹲坑 就是马桶 记者找到楼上 没人开门 胡女士联系了楼上的业主 在修了吗 对呀 那什么时候修好 不知道呀 现在还工人没时间 只是那天过来把地刨了 你一出来的地方漏水怎么处理 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防水的 哪里地方没有防水啊 你不是把卫生间移到外面了吗 你不要管我怎么弄 胡女士说 她和楼上邻居沟通过多次 也联系了住建部门 但还是没有解决 你好 我是浙江电视台1818黄金眼的 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 就是您楼下邻居说到这个漏水的问题 那我想帮你们协调一下 不用协调 我们法院解决的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她说客厅这一块 是卫生间移出来了一部分吗 没有 我上次已经跟她解释了 她自己 她自己总这样找时间 别人没有时间陪她 记者和胡女士来到社区 工作人员表示 此前胡女士报过警 她和警方一起上门查看过 当时楼上基本装修好了 因为不太清楚房屋结构 没法判断有没有扩大卫生间 当时发生漏水的时候 我们也联系过楼上了 当时因为是 就是可能两户人家 可能之前也发生过一些小的矛盾 然后他们就是直接是拒绝调节的 记者咨询了杭州拱树区住建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 把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改为卫生间是不合规的 那么胡女士楼上这一户人家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到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 她楼上的这个装修施工 已经让她就是委托了专业的设计单位 对房屋结构安全进行了一个论证 然后就是对于她这个违规 其他违规情维 就是比如装修卫背案 我们也移送了行政处罚 然后扩大卫生间这个情况呢 然后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 扩大的部分的话 已经让他们就是说改回去了 9月份10月份的时候 我们到现场去是去复合过的 她的确当时是恢复回去的 胡女士表示 这次漏水会继续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8黄剑记者报道